把壞掉的原料重新加工 未裝新品脈實在好惡劣 負刺的包括正峰站內 這幾家業者 竟都還經過有機產品認證 好 根據檢查方表示 其實業者都是有取得 進口有機標章的 而幫忙認證單位是哪裡呢 答案就是這間 位在大安區民宅內的基金會 然而從外觀來看 怎麼看都不像是認證機構 我們可不可以讓我們知道 至少一點基本的 我把我知道都跟你講 其實你不要為難我 時間會不會太 沒有 我們一直到馬上就在處理 那機查人員到現場之後 他們現在有沒有什麼回報的狀況 有 他說他們那邊的門子官知道 一整個上午基金會員工 不是以掌官外出機查 要不就是還在了解案情中 不方便做回應 這樣認真的有意義嗎 是 沒什麼意義 有一點 就我們消費者心裡有一點那種 被騙的那種感覺 關於有機產品驗證 前提是得先加入會員 首年就要會費22500 第四年還得重新評鑑 而成為會員後 儘管基金會開宗明義就說 每年度得追查通過 才可維持認證 然後包括申請者需具備的條件 以及栽種場所 土壤種子等等 就連清潔管理也只需 作業記錄 單據評鑑 都沒有強制規定 事實上早在去年 基金會就被農委會給停權過一次 情況也是和這次相同 而當時基金會給的理由 是以業務繁忙 暫時無法受理新驗證客戶 對此農委表示 一旦確認廠商違法 認證機構也有權 撤銷該產品的有機認證標章 借皇家委員敬語 台北報導